我们来到今天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十四章 也可以说是一个新的片段 当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 来到第十四章开始 我们说可以进入另一个我们称为陈述的部分 这个部分可以简单地说 耶稣基督和当时的人 特别犹太人的领袖 有一个更加白烈化的冲突的现象 在这种冲突中 耶稣采取的态度是如何面对呢 这就是我们从第十四章开始要看的内容 回顾一点点 在先前我们一直看的《马太福音》 我们已经讨论过好几个很重要的题目 包括神的子民是如何样式 如何发现到或者印证我们自己的属神子民的身份 我们要谈合到天国的运作有一个特点就是含蓄 作事是不会张扬招摇的 而当我们作为神的子民在这个过程中 如何依靠圣灵能够去和上帝保持一个准确的传帝交通 我们可以理解到或者领受到上帝的信息 或者上帝要给我们在那一刻要当作决定的示威 从而在一个上帝安托的环境里面去准确的回应 虽然在这个天国属性的运作里面可能会带来一些冲突 特别我们是处在一个满有罪恶的世界里面 但是上帝让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仍然不会走迷失路 这是我们先前所看的一段经文或者所讲及的一些介绍 来到这里的第十四章 乘照前文我们已经看过耶稣基督在他自己的家乡里面 被拿撒纳人的一种白眼的对待 在上星期我们已经说过 这个对待真的是一个很扎心的经验 其实在这个世界里面伤害我们的人是很多的 不过最伤的伤害不是来自于你的敌人 而是来自于你所爱的人 你所有血缘关系的人 拿撒纳人和耶稣应该理论上是有这个 这个同乡人的关系 但是偏偏这帮同乡人就对耶稣作出多番的一种否定 所以当我们再仔细去看这个背景的时候 耶稣接着如何去面对和处理呢? 应以一种什么的态度而去面对他们呢? 这个就是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去处理一个题目 就是叫做 《抢尽风头却被愚弄着的不信者》 很有趣的一个题目 刚才我们所说到我们作为基督徒 因为要按照天国的标准 属神的属性在这个世界以含蓄的态度去活 但是我们说这个是充满罪恶的世界 他们以为自己已经所有的东西都赢了 那么他们作为信徒 是不是要和他们比拼呢? 比拼呢? 如果不是的话 如果是的话又如何处理呢? 这个就是今天从第十四章第一至十二节 要一起思想的题目 我们有圣经的 不如我们再次打开 这段圣经 刚才Sandy已经和我们读过一次 但是这段圣经 或许大家可能以为自己很熟悉的 不过这段圣经其实有很多细节 其实大家可能是从来没有留意的 那么我们读多一次熟悉一下 然后我们再去看看当中的教训 是什么东西 好吗? 好!请大家一起打开 《玛大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至十二节 好!找到之后一起读了 好吗? 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 就对神博说 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 所以这些已能从他里面发出来 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肥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 把约翰拿住所在监女 因为约翰曾对他说 你且取这妇人是不合理的 希律就想要杀他 只是怕百姓 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 到了希律的生日 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 使希律欢喜 希律就起誓 应许除他所求的给他 女儿被母亲所使 就说 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盆子里 那来给我 黄便忧愁 但因他所起的势 就因同直的人 就吩咐给他 于是打法人去 在监女斩了约翰 把头放在盆子里 那来给了女子 拿去给他母亲 让看的门豪来 把尸首领去埋葬了 就去告诉耶稣 今天我会分两个部分 和大家一起去看 第一个部分 我给了一个副题 就是叫做 听了真理也不会明白的 就是《风头等》 《律语十四章》 《第一》至《二》 《封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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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英文里面 我们可以说 叫做 是《颜色灯色灯 Cleveler》 封头封 心态是抢盡所有人的目光的人物 因为他们觉得 全世界需要把焦点 在他们身体上 但当我们在這個世界里 发现到这一类的风头等 O Ruç 《封头等》 他们往往对真理 是一种不明所以的一个状态 我们去看看从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内里究竟是说什么 如果我们去仔细去读这段圣经的时候 我们会读到有好几个人物 我们随时读都不知道他是谁 我就会过了 而且尤其是一般的基督徒对于圣经的历史也不是那么考究 因为觉得历史是很满的东西 其实历史是很有趣的东西 当你明白了历史之后 你就会有很多地方打通明白当中的意义 所以为了帮助大家明白 那我就请阿周帮我印了一张内页给大家 这张内页不是很大张 为什么特意做到不是很大张呢 第一个原因就是省纸 这个主要原因来的 但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这张纸可以裁到它刚刚放在你本圣经那里 当你每次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得着 我告诉大家 这张纸用了我四个小时做的 你说只是几个字而已 如果我随便找个人打都不用十分钟打完 是的 如果你就这样打就不用十分钟打完 里面的人物内容他们的关系等等 是要用很多时间去处理的 我想首先去理解一下背景 然后大家去读这段圣经就会更深入的去理解 在这段圣经的一开始 它说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 第一件事我们就要问这个分封的希律王是什么呢 是哪一位呢 那你们拿回这张纸的时候 你们大家就会发现到 在这张纸的左上角的位置 就会写明有一个人物叫Cliopatra 这个Cliopatra不是埃及妖后 虽然我的名字很一样 但是呢 是另一个女士来的 她就跟了一个叫做大希律华 Hero the Great 那这里是不是指这个 不是 如果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 会了解大希律王 其实就是主张要去耶稣 在孩童的时候要把他杀死的 就是大希律王 欺骗那几个博士 又是这个大希律王的事件 当你明白的时候 你就会多一点点资料 这个大希律王后来就结婚 就生了个儿子 这个儿子的名字就是 叫做 Mariame the First 不是生了个女儿 叫Mariame the First 叫做哈斯蒙尼王族的公主 当他生了这个女儿之后 这个女儿又生了 结婚就生了个儿子 叫做哈斯蒙尔布拉斯 大家看到吗 看到吗 看到我的图画 当他生了这个儿子之后 后来结婚就生了个女儿 那个女儿是谁 他的名字就是大家 刚才那段圣经常常读到的一个名字 叫做希罗底 如果读到第三节的时候 大家就会看到 《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肥利的妻子希罗底》 这个希罗底就是指这个人物 整张这张表 你会留意到希罗底是这个图表的正中间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希罗底这位女士 就是整个护士的核心人物 你说我不是希律王吗 是一个女人吗 有名有姓的 这个女士是很厉害的 不厉害在什么呢 就是她的权术很晓得去玩弄 她用很多时间去设计一些陷阱 或者用一些计谋去夺取她自己所期望的东西 所以简单来说 希罗底是戴希律王的孙女 OK 这个我们首先要明白了 希罗底是戴希律王的孙女 但奇怪就奇怪 如果大家从希罗底的图表中间 可以看到在右边有两条线 一条是虚线 一条是实线 一条虚线连结到一个叫做 菲利普希律 另外一个叫做 Herald Antipas 或者Antipas 看看你怎么读 希腊文的读法 很多种读法 究竟这个人是谁 在圣经一会有记载 不过从第三节里面 我们看回 原来希律有两个人 在这里记载 有两兄弟 一个兄弟叫做菲利普 就刚才我们所说 Herald Philip 菲利普 希律 或者希律 菲利普 另外有一个 希律王 一直在圣经里 都只是记载 他叫做 分封的王 那个就是 我们这个图表上 所说到的 希律的Antipas 如果当我们有这个图画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原来这两个 希律 希律菲利 和希律 阿提巴斯 就是 原来都是 大希律王的儿子 所以 为什么有第三节 圣经里面说到 希律为他兄弟 肥利的妻子 希律底的缘故 把约翰拿住所在监虑 这件事件 好了 我希望这样的约略先说一说 这个历史关系 大家就会明白 最后有一个人物 我们要说的 就是在这个图表下面 有一个人 他的名字 英文叫 Salomi 我把它翻译为 沙龙米 一个女孩 一个女孩 这个女孩 原来 是由 希律底 和希律 肥利 所生的 一个女孩 OK 这个女孩 是哪一个 就是这段经文 我们今天所看的 在众人面前 跳舞 为什么我要用英文 不写中文名字 因为在整本圣经里面 特别在这段圣经里面 谈论到他的活动 从来没有说过他的名字 我希望大家 虽然知道这个人叫沙龙米 但是这个女孩 在圣经里面 是从来没有记载他的名称 好了 这些等等的关系 我们清楚了 回来看看经文 第一部分 这个听了真理也不明白的 风头是怎么样 我们看回头两节 他说 那时分封的和希律 听见耶稣的名声 就对神博说 这是施洗的 若汉从死里复活 所以这些异能 从他里面发出来 当时这个分封的黄希律 他在这个时候正在掌管巴勒斯坦 由罗马帝国所授予他的权力 来管制整个巴勒斯坦地区 而罗马人的管制方式往往就是用一种分封黄的形式 去以而制而的制度去运作 以而制而的运作 就是说 我不直接派个官去管理 我不派一队军直接去控制你 不需要建立一个全新的政府 我用回你们的人 只要这个人我信得过 我就可以安心让他带我管理你这个地区 所以就找了这个分封的黄希律 安提柏 而安提柏是这个分封的黄 他的厌史也不少 他其实原本自己有个妻子 不过他就看中了他自己是兄弟 刚才我所说的希律 弗菲力 弗菲力 弗菲力的太太 于是乎怎么样 如果他的弟弟死了 按照犹太人的规矩 兄弟可以娶他的妻子 代替他然后生儿女 归回他的兄弟里面 但是历史告诉他 这两兄弟 特别希律和弗菲力 是没有死的 当这个妻子希律底 嫁给...我不要说嫁了 情婦 在这样的情况下 被一个兄弟抢了 于是乎怎么样 在两兄弟的关系里面 就不和合了 所以在圣经里面 就记载了一件这样的事 看回第二节 当希律王 这个昏封的希律王 听见耶稣的名声 他的神仆就来 为他提供善报 所有管 管治的人都有善报 有情报局 那些神仆就向他报告 皇上 希律王 安提伯 这个人 是叫耶稣 他发生的事情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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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么多了 这个安提伯怎么回应呢 第二节 就记载了他的回应 他第一句 他的回应包括三部分 第一部分 他说这个人 一定是施洗若汉 第一件事 他说这个人一定是施洗若汉 那你就会说 喂 有没有搞错 所有的神仆都告诉你 来通风报信 告诉你 这是耶稣 把这些耶稣的事情告诉你 为什么皇上 希律 安提伯 你会死口都说 他是施洗若汉 不明白 看他的回应 第二部分 他说一定是施洗若汉 从死里复活 他说这个不单止是施洗若汉 而且是死里复活 第三件事 他说因此这个人能够 什么 这些異能都能够从他里面发出来 希律王有权有势 有善报 他听见他的神仆报信 给他有关耶稣基督的种种事情 但在这个时候 听到这么多事情 他仍然说这是施洗若汉 这是死里复活的施洗若汉 他才有能力在他里面发出来 我们就会问 喂 你是不是有精神病 今天什么人 什么都说是精神病 什么都是病 同性你都是病 你什么都是病 你用病去归咎所有 解决一切的问题 于是乎就送你进医院 做一些精神病药给你吃 顺口等 说多一句 第一次如果你真的有什么 被医生断定为精神病 你真的想过 好不好吃他开的药 因为我所知道 很多时候开的药 吃了之后 有很多后遗症 而且是没有需要吃的 本身 不过这些信带口 不是说什么 不过一个人能够听到这么多信息 又有情报 告诉你 为什么你不信你的情报 而仍然是用主观的角度 来去演绎你所听到的资料 你说牧师当然 所有人都这么主观 你有主观 我有主观 大家主观 没有冲突 应该 但是你的情报 不是一般的情报 在圣经的里面 特别是马太福音 用之用词是很小心的 我们再看这句第一节 那是分封的王 听见耶稣的明星 这句话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 如果你是读圣经 读得多一点的人 我用另一个说法 你跟上帝拍多拍得多的时候 一起走 你听上帝说话多 一听的时候 你就会熟他的用词 听这个字眼 又用于希律王 我们马上会回应到 在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三节里面 同样用听这个字眼 是诚述到大希律王 听到有人来找新生的王 信我们再看 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三节 第二章第三节 是这样说的 希律王听见了 就心里不安 耶路撒拉合成的人 也到不安 听到什么呢 词文所说 当希律王的时候 熟不熟 这句话 当希律王的时候 in that time 有几个博士 哪里有出现过这句话 刚刚我们读完的 第十四章第一节 又用这个字眼 多了下 对不起 那时 in that time 在那个时候 希律王听到什么 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行 当时耶稣生在伯利行 就有幾個博士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 然後說那山下來在猶太人之王的在那裡 那門在東方學現他的聲特來拜他 不是希律到處去聽這些博士或觀星學家的陳述 是那些官員收了情報 在那時馬上回來告訴希律王 這個情景是否熟悉 因為第十四章第一至第二節就是同樣的律程節 馬太的記載是讓所有的讀者 在這一刻重新回憶在耶穌出生時的景象 又是聖誌主導的世界 這個世界好像不受我們控制 但是怎樣呢 這個世界的領袖收收了消息 原來他們的演繹是要從個人主觀的角度來演繹的 我想當時希律王 誰會否定他不是整個地區的風頭燈 他可以說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聚焦於他身上 一會兒我們會再詳細看看他如何想這個世界的人聚焦在他身上 但是當一個人能夠有這種能力 有這種權力可以收到消息的時候 原來他的思想仍然是從自己個人去演繹 因為當他以為自己所有的東西都是混籌為握的時候 以為自己收的消息是最快最準 甚至以為自己可以控制這個世界的時候 原來他卻是跌入了自己的盲點 什麼盲點啊 原來他一直都很討厭施洗若汗 接著第三節開始就一會兒介紹他為什麼這麼討厭施洗若汗 我們一會兒再詳細解釋這一點 但是原來那些麻結就是他每一件事都是被施洗若汗去捆綁著他思維的 我們廣東人稱這種情況為偏見 英文叫prejudice 而這種情況在今天不少的人是在這種狀態運作著 他以為自己很有權力控制這個整個世界 他到處可以捕捉他的善眼收到他的情報 但他收到情報之後又如何?不客觀去看 他看任何東西仍然看下這件事我個人覺得是怎樣的有益 怎樣對我有威脅我就要將他剷除 這種情況會不會跌在基督徒身上?我不想討論非信徒的狀態 但這種狀態會不會跌在你和我的身上? 很多基督徒都說我讀上帝有神的說話 所以我能夠看通這個世界 很多基督徒都說了 我都相信如果你讀通聖經你真的可以看通這個世界 因為這本聖經是從一個最有智慧的源頭 我們的上帝也會懷疑你的 我相信是 但是最可憐的現象是今天很多信徒說這番說話 在這個宣告的時候 其實他們是未讀通聖經的 但如果你不讀通聖經就宣稱自己其實已經有這本聖經在你身上 你可以看通這個世界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弟兄姊妹 因為當你有這個表現的情況 其實你在無知當中以為自己全知 這是做愚蠢的行為 我曾經見過一個這樣的例子 有一對同工在教會一起的侍奉 因為某一次侍奉的討論究竟應該怎麼做 兩個自此又就各不相各 我還記得那一刻當他們分開的時候 其中一方就說了一句這樣的說話 永別吧 以後不要再一起做了 那一刻我聽完這樣的陳述之後 我就會覺得有兩個很值得我反思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 那是不是代表要是你去不了天國 或者我去不了天國呢 永別吧 以後不見 永別不見 什麼是你見不到我 我見不到你 那假設大家是信徒的話 那當然是其中一個不是真信徒 這是第一個思想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我要問的就是 說這番說話的人 他是不是基督徒 上帝會不會想和人永別呢 如果上帝不是想和人永別的 那為什麼他會說這番說話呢 如果他深信上帝不想和人永別的 如果不是上帝是否派他獨生兒子 來到這個世界裡面去拯救人呢 或者說得更加清楚一點的就是 作為神的兒子耶穌的 為什麼這麼主動去希望幫助 履行上帝的心願來拯救人呢 於是他寫在十字架上面 上帝不想和人永別 這對同工後來 在很多事情上都不再見面了 沒有接觸了 但是呢 有一個機緣巧合的情況 上帝就將這對同工 不是在事父的時候放在一起 而是竟然在一次的飲茶的茶樓裡面相遇 那個聲稱要永別的信徒 突然間就看到另一個同工 主動從遠遠走去跟他打招呼 跟他打招呼的時候 這個同工就主動跟他說 他說很久沒見了 弟兄 你究竟近況怎麼樣 那個說永別的那個弟兄 很詫異 不需要回答 因為他想和他永別 但是你為什麼這麼主動來找我呢 而那個主動來找他那個同工 還很仔細問你近況如何啊 你身體狀況怎麼樣啊 有沒有機會可以大家再見面再聊聊天啊 我很想和你聊聊天啊 因為很久沒見面了 那個說永別的同工 無言以對 在總統的狠切邀請之下 於是他說 那好吧 你不如來我家坐一坐 這個同工就去他家 一起見面去談 整個過程當中 那個主動來找他的一個同工 很細心地問他最近的近況怎麼樣 那靈性怎麼樣 他的侍奉怎麼樣 工作情況怎麼樣 对方都不懂怎么回答 只是寒圈几句之后 接着就说,好,第二天我们再有机会再见面 第一姐妹,我为何说这个见证给你听 这个见证是我亲身自己的经历 在整个过程当中我发觉,那个跟我去说永别的弟兄 他心里很挣扎,很痛苦 他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和这个人永别的时候 这个人仍然对我这么关心 问我的情况怎么样,问我的灵性怎么样 我在教会的侍奉是怎么样 后来我主动再找那个弟兄 那个弟兄不再跟我联络,不接我的电话 我没办法 因为他想和我永别 我现在说这番话给大家听 那个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一切的人 一个声称自己已经有上帝说话的人 但他不明白上帝的人 他所作出的行为 原来一直是给他自己的罪去帮着他 昏昏黄希律 即是希律安提伯 Herald Antipax 或者Antipax 人家说多少资料给他听 是关乎耶稣的 他都不会去对耶稣有任何追求 他只是一心想去告诉大家 这个仍然是复活的施洗以路河 他来去行神迹 来骚扰我们 这种心理熟灵状态 是最可怜的一种状态 归为王 全世界的人都以苦手清实 但是在这个状态之下 最痛苦的一个被绑绑的一个 却是这一个人 他的人生完全被他对施洗弱汉的恨意去绑绑 弟兄姊妹 那怕我们自己 你有没有体会到你自己被罪的捆绑 也很期望上帝你救我出来 如果你是这样想的 这种信徒 上帝的灵在你里面运作 如果上帝容许你 继续在你的罪里被捆绑 对不起 你不是属神的子民 即使你受了朕 即使你每周回崇拜 即使你每周奉献很多次 即使你做很多圣工 即使你甚至做牧师传道的人 即使你做华福总干事 世界领袖 你仍然是一个不得救的人 为什么这些人会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看看13章好吗? 十三章第十四十五节 十三章十四十五节 我们读一次好吗?一起 好一起读吧 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塞亚的预言说 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 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 因为这百姓由蒙了心 替朵发尘 眼睛闭着 恐怕眼睛看见 以得听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我就医治他们 这段圣经是引至于以塞亚书第六章第九至第十节 这段圣经耶稣告诉我们 我们知道当一个人即使有真理显明在他面前 他仍然没有办法听得明白当中的真理是什么 就像这个希律安提帕一样 耶稣的事迹 由他的神部清清楚地告诉他 他能够解读到神的心意 还是仍然在自己的罪当中 原因是他听是听见却不明白 看事看见却不晓得 因为他们是由蒙了心的人 以朵发药 听之末 以赛亚这段陈述 是上帝对以赛亚的传道的时候 对他的遭遇的提醒 我不希望当这些说话传到的时候 来到你和我身上 我是其中一份子 你可能在这个世界全赢了 但是原来你根本没有办法和上帝 踏通天地线 没有了那个熟灵的VPN 帮你去打通上帝的心思意念 所以有这段圣经出现 好了 这段圣经来到这里 不是只要我们认识一个 风头等 抢尽当时所有的 射灯聚焦的人 他的状态 要进一步 要多说一样东西 让我们知道 特别让我们知道 这种抢尽风头的人 其实原来自己是被人愚弄 也不知道的人 这个就从第十 十四章第三至十一节 里面介绍了出来 我们看看 这种的人 原来自己被骗 被愚弄 被操控的时候 都不知道 然后我们明白了这点之后 又怎样了 我们读一下 从第三节 读到第十一节 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肥力的妻子 希罗底的缘故 马若翰拿住所在监女 因为若翰曾对他说 你取者夫人是不合你的 希律就想要杀他 只是怕百姓 因为他们以日汉为先知 到了日式生日 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 使希律欢喜 希律就起誓 应许随他所求的吸他 女儿被母亲所使 就说 请把施洗若翰的头放在盆子里 拿来给我 黄便幽愁 但因他所起的誓 又同籍的人 就吩咐给他 于是打发人去 在监女斩了若翰 把头放在盆子里 拿来给了女子 女子就拿给他母亲 若翰的门徒来 把施手领去埋葬了 就去告诉耶稣 这段经文是否熟 很熟 这段经文很多时候 都经常拿出来 说不要搞分外情 搞分外情是很复杂的 首尾很长 其实不只是分外情 首尾很长 搞什么关系 搞得不好 都是首尾很长 不过 在这里告诉我 以为自己掌控了整个巴勒斯坦里的匹律 安提帕分封王 他们的现象 是不是大家看上去好像很风光 起先第三节说回忆法 这段记载很特别 是一个回忆录 回忆录就是要试试解释 为什么这个人要这样想 因为这个人 刚才我已经说过 他什么都从自己主观角度去演绎 他怎么主观化 怎么由来主观的源头是怎么来的呢 首先 原来在这里总共是介绍了三个有关于 希律安提帕 希律安提帕 她自己的诗心 三个诗心 又记载了一个女士的诗心 那个女士的诗心 哪位女士呢 刚才我跟大家介绍那个中心人物 希罗底 即是大希律王的孙女 在这个引言里面我说过 希律希罗底 她的厌史多不成数 为什么呢 因为本身整个希律王朝里面 那些人物关系就错终複杂 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大课题 如果租帕日读神学想找个课题研究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课题研究 所以我要用很多个钟头来处理这个人物关系 他们的婚姻关系乱七八糟 男女关系不知所谓 首先大希律王生了两个儿子 刚才我已经介绍过 一个希律肥力 另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叫希律安提帕 生了两个儿子 其实不止两个儿子 有很多儿子 不过这两个儿子 原来大家分了同一个老婆 自己的老婆 她的精警就是 原来大希律王的孙女 我想跟大家说 大家可以明白这个关系 简单来说 两兄弟差一个侄女 成为自己的老婆 乱乱 够乱了 这些关系 为什么可以容许这样的状态 所以这段第三节就说 希律为他兄弟肥力的妻子 那两兄弟 为肥力的妻子 原来希律的妻子 原来原本希律是属于 他的兄弟肥力的太太 不过 后来两兄弟差老婆 而这个老婆又是一个侄女 够乱了 就不知所谓 对了 更不知所谓的是什么 如何争取他呢 就是因为希律底 利用他的女性身份 去依附那个权力的中心 而我们这里发现到的现象就是 原来最后一个依附的是希律安提帕 于是会写起自己的兄弟 简单来说 但希律王那个王朝的继承人 不是自己的丈夫希律肥力 而是希律安提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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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比较劲一点呢 我就依附他 如果女人要去做嫁娶的时候 用这个作为条件 其实跟卖身有什么关系呢 没有什么分别的 跟卖身没有分别的 这种关系 最重要是荣华富贵 哪个行为我就喜欢哪个 哪个身份的我就依附那个 但不要留下 大家都叫希律 希律 这个王朝的制度很特别 他不是只剩下一个 除了一个主要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繁镇小区的 都按照那个家族的关系而去分封 而这个希律底 就去找一个最值得自己去投身的人 于是他就找了这个希律安提帕 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 在历史里面有很多故事 不过说一点点 其实希律安提帕 也是一个浪漫主义男士 他自己的老婆多到情苦 多到不堪 不过唯独钟情自己的嫂子 于是乎把嫂子变成自己的情婦 而在这件事上 就有一个人出现了 第四集 因为有一个人物叫施洗若汉 曾对他说 你娶者妇人是不合理的 原文圣经很漂亮 不过我读一次英文圣经给大家听 第四集 因为John had repeatedly told him 不是曾说 而是常常说 在原文圣经中 特别用了一个动词、慈态 指到持续地 不断地向希律安提帕说 喂!你不对 你娶这个妇人 就是娶罗底 你兄弟的老婆 就是你的嫂子 或者你的侄女 是于理不合 娶侄女我都不敢说 但娶你的嫂子 在摩西律法律里面 是完全不吻女 还有大家要留意 希律王朝 不是一个正统犹太人的王朝 希律的王朝 是一个杂巴拉 混到杂乱的一个王族 她娶很多不同国家 不同地域 不同族裔的人 做她的太太 做她的老婆 做她的情婦 等等 就是妾子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娶你的 兄弟的太太 遇摩西律法 不合理 我们不是看这句律法 是否她刚刚听那么简单 而是施洗药汉的传道 不是因为你是王族 不是因为你不是正统 就不说真理 大家看见 施洗药汉传道 不是看人情面传道 总而言之你不对 第三 上帝的标准 我不管你是信徒 不是信徒 你是习总 你是不纯总 或者纯总 也好 一律照样 就是因为施洗药汉经常说这番话 你不要这样做 你不要这样做 你做君王的 你不能娶 你兄弟的太太 娶嫂为妻 于是否怎样 现在我作主 希罗安提帕 于是否怎样 为了讨好希罗底的缘故 或者不想再烦 你不要再来烦我 我要干吊你 普通话是这样 干吊你 广东话叫堆垃你 于是第一样东西 将约翰拿着所在监侣 第五节 我们看完 其实很想弄死他 只是怕百姓 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 这句说话 回应第二节 为什么施洗约翰被希罗王安提帕 认定有神力、异能在他里面出来 因为百姓都是这样看的 责任、舆论的压力 导致这个纵使为王的都不敢动 他只是困住 不过更可怕的事情接着发生 第六节 哇生日 生日要搞个生日会 对不对 于是乎王搞生日会 当然是请了嘉宾来 不是自己 家里几个人吃一顿饭 不是这样的 请了批人来 有很多人替他坐席 坐席的时候 希罗底 就是他的情婦 后来娶了 进入住 兄弟还没死 嫂子变成了自己妻子 嫂子在这个时候 找了他的女儿 来在众人面前跳舞 讨得希罗王很欢心 回来 希罗底的女儿是哪位 刚才那张纸我写给大家看 沙龙米 沙龙米 是谁的女儿 原来是希罗底和前夫 所生的一个女儿 所以你见不见那条 点点点的虚线 我画下来有个弯弯的 就是他的女儿沙龙米 见不见 情景是什么呢 自己现在的身父 生日 当度的掌权者 要搞生日会 大宴亲朋 于是他作为情婦 或者现在叫做入室 然后找回自己和前夫 这个王的兄弟和他生的一个女儿 出来作庆 根据圣经 或者古近东的文化 典章去查考 当时这个女儿 希罗底的女儿 大约12至14岁左右 左右这个年纪 很有趣 但第二节目 这些资料在哪里找回来 读书 做功课就找到 你可以写下 你不用花这么多时间 牧师做了 你就写下 哇 跳舞采得欢心 你看看一个十二十四岁的女子出来 跳舞给你看 有没有看那些什么女子组合 你没有告诉我 你没有见过 全部的女子组合是怎么样的 穿条点裙子 然后出来摘摘摘摘摘摘 每个多少岁 由十四五岁开始跳 很小的时候 在学校已经开始训练 你们很喜欢看 王也很喜欢看 哇 跳得很开心 使得希律 很开心 那些舞怎么跳呢 这些我详细不讲 要讲了 今天元祷崇拜 不过你可以参考 旧约 以诗贴记 第一章 你知道那些是什么舞 一定要露一下肉 那些色情一点的舞步 这样跳 是不是 希律很开心 开心到在第七节里 希律发誓 在众人的面前 自己的某种 顺口级 当秘笔 发誓的时候 应许希律底的女儿 求什么都要给她 但原来早在背后 这个女儿已经被母亲所差事 这个是马太福音的记载 这件事不仅是马太福音有记载 不过其他福音书的记载里面 有其他东西 我不想把它混在一起 马太想讨论这两母女的讨论过程 只是把结论给她说 于是说 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给我 但都要这么说 就是拿施洗约翰的命 第九节 我们看看 黄便忧仇 为什么忧仇 他在困狗里面 困在什么 外面所有百姓都不能容许我去杀施洗约翰 你现在竟然叫我来杀施洗约翰 你不就是找我来搞 不过我一直都说 这个希律底很有计谋 为夫君解忧 特意找自己的女儿来 然后提出一个施洗约翰的建议 于是这个女儿就变成了代罪羔羊 不是那个王想杀 是这个小妹想杀 要归咎归咎这个希罗底的女儿 就是和她的前夫希律肥力 亦都是现在这个现任的丈夫情人 希律安提帕的兄弟所生的女儿 背了一颗 是否和 于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看一看圣经第九节 接着说什么 我读一下第九节 很有趣 王便忧愁 但因她所起的势 又因同质的人 便恢复 systemic 问她 她一直在这一刻 都被一一打破 怎么被一一打破 一 第一 說了的事一定要做 這個做君王要威風頭等 說的事不做很壞 不能夠不做 個人榮譽 第二 又因同席的人 身邊很多眼睛看著 我做王 我在這一刻如果失威的話 說NO 以後這幫人還會肯聽我說話 為了掌權 權力控制著他 第三 於是怎樣 就吩咐人給他 怎樣把這個私生約翰的頭給他 於是他打法人 從第十節說 在監裏斬了約翰 然後把頭放在盤上 然後拿來給女子 然後這個女子就把頭拿去給他的媽媽 剛才我說這裏有三個私心 是安提帕的 第一個私心 他想擁有這個女子 討好這個老婆 第二 他不想惹起功憤 第三 在這一刻 他要威 於是乎 滿足了 殺了他的要求 而且不需要自己背 因為是希羅底的女兒去負責 而另一個女子 她的私心就暴露了出來 這個就是希羅底 原來切雞謀 去將自己在這個 希律和安提帕裡面的位置更加打得穩固 這個夫君是我派我的女兒和前夫一起生 而為了你的好處我犧牲她 好過看劇集 其實我不明白那些人不喜歡讀聖經 喜歡看劇集 我對現在我不明白 我我真的不明白 尤其是基督徒 這麼精彩的片段 你看他 好過看劇集 整個過程 這個以為自己是 所有事情都在他掌管之下的希律和安提帕 原來背後原來被一個女人在控制他 這個人就叫做希羅底 他的侄女 弟姐妹 很多時候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會發現到以為自己很厲害的人 其實原來在這個世界上是最蠢的人 很多時候在這個世界上 很多人以為自己是最有智慧 但是原來最終我們發現到 他是最沒有智慧去否釋 在這個世界上發生的事的人 但更加可惜的是 有些人在這個過程中 他背著獲獲 但我想和大家去聚焦看一個人物 施洗若漢 在整件事裡 最受罪的是施洗若漢 最無辜的是施洗若漢 所以為何去到第十二節 這裏要說一句這樣的說話 讓我們知道 只要按的門徒來把 施首領去埋葬廟 就去告訴耶穌 馬太福音的作者 並非要我們集中看這些人 如何醜惡 如何玩弄拳術 如何使用很多方式 來奪取自己所需所及 今天很多信徒 就算說自己有神的說話 都不懂得看這些人 反而還會參與在這個世界裡 玩這些拳術 但是馬太福音的作者 是想我們最初看回這個 施洗若漢 他的下場是很可憐 但是他的門徒沒有因為他死了 捨起他 他們回來 去領回他的屍體 將他埋葬了 並且將這件事 告訴耶穌 要解釋第十二節 最後那句 就去告訴耶穌 我需要這樣講堂道 我不想詳細說 只不過可以告訴他 施洗若漢 其實在他還沒死之前 對他的門徒作了很多介紹 誰才是你最終要跟隨的人 誰才是你值得相信的人 那句叫做耶穌 當老師這樣講之後 這樣教導之後 這幫有靈性的門徒 就將這件事 說回那個師父都教我們值得相信的人 耶穌 不過我們作為信徒的 會不會像施洗若漢那樣 為了真理的緣故 去向人陳明真理的主 是怎樣處理這些事情呢 這句別人喜歡不喜歡你 我做牧者這麼多年 遇過不同的人 有人跟他聊福音很有心 很想知道 有人跟他聊福音 他半信半疑 你知道說了今天也沒有什麼 可能對他有什麼啟示 不過不要緊 如果上帝有他的時間表 適當的時間 上帝會用得著 今天所傳給他的訊息 我也都在討好裡面不斷紀念 有些人 我明知道我跟他說過 他最後都不會聽 不過我至少肯跟他說 不是因為我說了之後 罪不在我 而是我帶了一份想 他仍然有一絲希望的改變 而跟他說 有些人如果你再說 他會惡待你的時候 就有他惡待你 他很討厭你的 覺得你很煩 你經常煩著我的 你為什麼經常來說我 經常說我不讀經 經常說我不祈禱 經常說我不上教 所以你有沒有留意 你們牧者這麼多年 不是不做探訪 不是不斷做探訪來轟炸人回教會 反不中我關心你的 我真的關心你的 我真的 反不中我找你的 不過我在我討過裡面 不斷紀念你 你說牧師 你做這些事情 人家怎麼知道 不需要人家知道 你想上帝知道 上帝知道 固然會知道 但這是我自己的性情 因為我想你得救 所以我在土館裡面紀念 坦白說 在這個禮拜 我其實是很傷心的 因為我聽完 你太不舒服 要做手術 我跟著聽完 另一個節目 又有了癌病復發 又是肺癌 這就是五個 我是很傷心的 我多愛祈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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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祇 他從來沒有願過要向希律安提帕指出你娶兄弟的太太為自己的妻子 他從來沒有害怕去指證她 這個樂得的是死亡 搶盡風頭的人 他自己其實也是一座死亡 不過死亡是死在自己的私心之下 而他這個私心 是帶他永遠不會見到上帝 弟兄姊妹 其實去到這段聖經 我很多話想跟大家說 因為特別施洗藥汗的門徒 領回他的師父的身體去埋葬 讓我回憶在耶穌基督後來他死了之後 有一位從阿里米太遠道而來的人 都是叫弱塞的 來要求彼拉多把耶穌的身體交給他去埋葬 有一個相同的回應的結構 就是告訴我們 當一個人 無論是生或是死 只要在主裡 他的心永遠不會分離 施洗藥汗和施洗門徒分離 耶穌基督的門徒 甚至是一個遠道而來阿里米太來的人 因為相信他都願意付出他能夠做到的事 基督律在這個世界 不是容易過的 我很反對那些信徒或牧者 你相信耶穌可以解決你的問題 你相信耶穌可以使你生命更豐盛 這些是二端來的 你聽多他說兩次 你會刺善 會在屬靈上中毒 你聽多兩堂這些人會這樣披霜 基督不太好過 特別你活出上帝的話的時候 很多人可能不喜歡你 不喜歡就不喜歡 不是說我上帝喜歡就行 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而是因為我的屬性 是跟天國的子民一樣 所以為什麼馬太在先前說了這麼多 有關於屬神的子民的生命是怎樣 怎樣去理解上帝的心思意念 透過這個屬靈的連接 聖靈的連接 讓他明白準確上帝的心思 而做事在這個世界是陷促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就是你的屬性 但是你有沒有這份靈性 在主的裏面繼續移緩呢 你是不是期望 祈求著著這個屬性 在這個地上移緩呢 如果是的 我恭喜你 因為你在天國的裏面 是一個持份者 我們一起動心徒告 天父多謝你給我們在這段聖經裡的學習 你不是叫我們讀這些經文 學會怎樣去弄權術 也不是叫我們讀這些經文 學會怎樣去躲避 屬靈的責任 而去跟這個世界妥協 今天很可惜的很多信徒 既然我改變不了這個世界 於是否就妥協在這個世界裡 其實這樣的思想 正正反映出 其實你仍然不屬於上帝 求主幫助我們 求賜生命的聖靈 在我們裏面多作工作 藉著這段經文 再次打通我們對 和上帝的理解 對救恩的領受 重新成為一個按真理而活的信徒 同心討告奉靠主耶 信徒得勝的命之教 阿嬤